以色列跟哈馬斯的戰爭 然後呢 那川普呢 我們知道他絕對是挺以色列的 但是呢 納坦亞胡他也出招了 在美國選舉的時候 他把誰給fired呢 就是以色列的防長加蘭特 他說呢 我已經跟他有很多不和 你們都知道 還說呢就把他解職 48小時內就拜拜了 然後呢他就提到說 道德黑暗已經席捲了以色列 防長也是非常不滿 然後你可以看到呢 其實納坦亞胡 決定解除防長職務之後呢 也很多名抗議者 湧入了塔拉維服務中心抗議 並且發生了騷乱 因為我們知道以防長 是希望原制能夠回來的 那但是呢 以總理看起來是怎樣 繼續打繼續打 好那不管怎麼樣呢 這個這邊的一個狀態 然後呢 你看換的是誰 換的是更右翼的外交部長 那也被講說呢 其實這個也是納坦亞胡再出招了 所以說 剛才特別講說俄烏的部分呢 川普可能比較有 出力的可能性 但是以色列這個地方 有一個非常強硬的納坦亞胡 甚至他連他國內的 跟他意見稍微不同的加蘭特 加蘭特一直很忠心地執行了 他各種的任務的命令 可是他認為人質優先的 這一個立場呢 事實上在以色列是有很多的支持的 那麼他馬上就被解職了 然後外交部換去國防部 再換一個人到外交部 整個全部都為更為強硬的這個態勢 就是在拜登準備離職 川普準備上任這個中間的空窗期呢 迅雷不及掩耳地做了他的人事安排 那這個人事安排的背景 當然是在北邊跟黎巴嫩的真主黨 這裡的戰爭還沒有結束 在境內的哈馬斯的戰爭沒有結束 而且非常強硬 南部的Philadelphia走廊 這個地方跟埃及中間呢 也是採取一個絕不開放的態度 那像這一系列非常非常困難的 而且強硬的作為呢 事實上是在讓中東的局勢 繼續的升威 而且戰爭有擴大的可能性 那麼伊朗最近也特別說了 他們還是在討論 他們是不是要有軍事的揮擊 那大家都記得以色列就是這樣子 他打了一次打完了以後 他說好我現在打完了 你們可以不要回擊了 就是我只打哪打哪以後呢 我說打就打 要說停你們就不能打 那這一件事情 若是在新的川普的手中 會不會有改變呢 很多人認為毫無懸念 因為大家認為他是 絕對的支持以色列 包含了連那個大使館 都可以改變地方 到絕對支持以色列 搬到耶路撒冷 像這種非常強硬的作為 但是你換一個角度回頭來看的話 他做了很多象徵性的作為 但是在他主政的那四年中間 當地的確沒有強烈的戰士 所以說有些時候 你的表面跟你的實質 你的明目跟實質中間 可能有一點距離 那他也做了亞伯拉罕的簽約 簽議定 當然在這四年中間 整個中東的形勢 是有了非常非常大的改變 而且有一個新的非常重要的力量 已經在那邊產生了影響力 就是中國大陸的外交折衝的力量 已經成為這裡重新的一個 平衡的可能性 但是我認為在這過程中間 中國大陸會一直避免被美國 拉入一個非常必須要直接介入的 調停角色 因為如果是被美國 設定了一個調停的角色 而在一個不容易贏的一個場面上面 那最後誰調停責任就是誰的 所以中國大陸一定會非常小心地 不被拉入這樣的一個角色 而只是繼續用它的外交影響力 但是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這個外交影響力的力量 已經越來越強 因為它在周邊所造成的 多邊的關係已經越來越綿密 而且這些跟美國當時做的 那個亞伯拉罕議定 跟拜登時期所做的那種希望 讓沙特跟以色列建交的這種 非常薄的很短線的外交折衷作為 相比底下是非常非常厚重的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中東的問題 應該還是拜登非常難解的一部分 這個部分倒有可能 他會在某種程度之上 發揮他商人的優勢 想要找一些其他的國家 跟他一起來解決 對 其實川普他非常 自豪是什麼呢 在他任內的時候沒有任何的戰爭 他不斷自豪 那現在拜登留下來這兩場戰爭 他要怎麼樣收尾 然後也非常的關鍵 剛剛倩姐特別提到 中國大陸的角色 中國大陸幫助沙特跟伊朗和解了 最近也進行軍演 這真的是天大的消息 因為當年是多麼的仇恥對方 然後最後又發現說 原來是美國在當中 跟我們說他不是他不是 原來問題出現在哪裡 那不管怎麼樣 中國大陸幫助沙特跟伊朗和解 另外呢中國大陸的力量 還有包括軍事的力量 我想問一下帥杯杯 將軍你怎麼看 因為美國呢你看 把B-52開過去了 而且呢航母也要去 就算有空雙擊 但是杜魯門號也要去啊 然後伊朗的部分說 我們有400枚的導彈 也要反擊以色列 你真的不要亂來 然後最高領袖 他們的顧問也說 我們可是有能力生產核武器的 意思就是你真的不要跟我硬鋼 然後中國大陸部分呢 其實他也很希望能夠買 像是蕭龍 殲10C 更別說這次珠海航長當中 大家非常關心的殲31A 當然 中國大陸在這個時候 除了珠海航長展示 他空中的實力以外 對中東是有影響 能夠把什葉派跟孫尼派 能夠調和 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問題是川普 川普心裡想 我雖然支持以色列 但是你以色列要受我掌握 不能夠受控就對了 不能夠受控就對了 現在好像現在瘋了一樣 你要曉得 以色列在美國的眼光裡面 我用個很簡單的比方 是一隻牧羊犬 旁邊都是肥羊的國家 你能夠聽我呢 就可以控制整個中東 現在這隻狗瘋了 靠到處亂養 這個主人很麻煩 你知道白宮的官員每天在點 我彈藥庫裡面的庫存量 夠不夠拿到美國安全存量 現在被說完全不夠 對付像中國大陸這樣 問題現在川普支持以色列 不一定是支持你納坦雅胡 因為納坦雅胡這種搞法 根本不聽 不聽拜登的家 你會聽我川普的嗎 所以這個問題 你要知道納坦雅胡的想法 我反正已經背負了這麼多 你們罵好了 我一定要打到黎巴嫩裡面60公里 解決高樓害的問題 要控制加薩的滯空的問題 跟管制的問題 我才算是完成了我的死命 那個時候說不定還有 還是變成一個英雄 如果半途而廢 我跟你講老命都不保 那美國也希望找一個人 能夠換掉納坦雅胡 這個部長離職 說不定這裡面 美國也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了 美國說一定要聽他的 我一再講美國是有一種管控狂 任何事情要進要退要放 美國要在裡面變主導 你反正不聽主導的 美國就很麻煩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就 伊朗 伊朗現在他說 我也有超音速飛彈 但是數量不多 貴得要死 對 但是你薩德去 你攔不住那個無人機 掩護之下突然來一發 對 超高音速 也可以造成你相當的傷害 我以前都沒打你特拉維夫 我只打你的軍事基地 可能被你攔 但是現在伊朗的無人機 技術也很高明 它也跟中國大陸買 自己也研發 它有高速的也有低速的 也有裝了擴大器的 就是說在你雷達上看像個大飛機 事實上是個小無人機 這種東西都很多了 所以大大雅乎對伊朗 現在兩個有點虛於偽舌 你知道嗎 我打你我都事先告訴你了 你也不要這麼反擊 伊朗也說你只要不打我核設施 我也可以將就 這兩個都是擺空的 真的拼命的是那些胡塞組織 黎巴嫩的這些 加薩走廊裡面的這些人 對不對 伊朗也窮得很 經濟被制裁得很厲害 你想嘛 伊朗要拼命的話 它的陸軍怎麼過去啊 這有點遠了 空軍又比人家弱 對不對 你只有靠飛彈火箭 跟那些旁邊的小朋友幫你忙 所以你要指望 伊朗跟以色列開大戰是不可能的 所以以色列看準這一點 在你拜登還沒上台之前 我能拿多少算多少 我非把黎巴嫩60公里拿到 我才算安全 因為30公里攔不住火箭炮 攔不住這個無人機 對不對 它對我永遠是一個騷擾 所以它目標一定的達成 今天不管你國防部長 同意也不同意 我是恩幹到底了 對 因為國防部長會想到 我們人質問題也該談 全世界都把我們罵成這個樣子 跟希特勒一樣 所以兩個意見不合 納旦亞胡是就是拼了老命 就是幹到底了 他的將來的是英雄還是狗熊 中間不能停啊 停了就變狗熊了 而且搞不好身家性名都不保 以色列裡面不滿意他人也很多 結尾們總煩惱臉上細紋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不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更加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